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办法解释人的感觉的主观体验的智性内容 所以说他们就有些人就修正有一个看法 就认为心灵主要是一种智能的一种体现 所谓的智能就是比如说你具有一种语言交流的能力 你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是不是具有智能就代表它是有心灵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著名的图宁测试 爱能图宁1912到1954 他是一位传奇的天才 他是英国的数学家 逻辑学家 也被誉为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 在二战期间图宁在政府部门工作 破解了强大的德国密码系统 就是IGMA系统 来为蒙京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2年图宁因为同性恋被定罪入狱 并且被注射了大量的雌性激素 作为一种矫正方式 1954年图宁吃下了含有氢化物的苹果自杀 年仅41岁 那么在1950年图宁在哲学期刊心灵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 叫计算机与智能 其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图宁测试 它的目的是要考察机器能否思维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一个机器能够通过这个测试 就表明机器它是有智能的 图宁测试这个思想实验是这样的 它说让我们来做一个问答游戏 游戏的玩家一共三位 一位是男士 一位是女士 还有一位是提问者 那么这个提问者呢 是与另外两个人呆在不同的房间里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提问者确定 另外两个人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 那么为了避免让说话者的声音和语调暴露身份 这些答案呢是由被问者即时的打出来 显示在提问者的计算机屏幕上 那么这个被问者 他可以欺骗性 用欺骗性的回答来干扰提问者的判断 比如说那个女士 他可以说我才是女的 别相信她的话 但是呢那个男士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呢提问者是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回答的 他会通过不同角度的问题来形成最终的判定 OK 那么现在假定房间里面的男士其实并不存在 这个男士呢只不过是由一台机器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请问这个提问者会不会被迷惑 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就是著名的图灵测试 这个图灵是主张 他说如果一台机器 也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玩这个游戏 也就是说如果这台机器也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灵活应对 能够说服这个提问者相信他是个人 那么这个机器就是有智能的 我们也知道今天的计算机手机上已经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聊天机器人 是吧 他可以和人进行简单有趣的对话 但是呢这种对话离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自由交流 也就是要具备人的语言能力 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当然在很多的智力活动当中 比如说在国际象棋 围棋 电子游戏领域 这个计算机都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顶级高手 并且具有深度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那么我们不要低估了通过图灵测试的难度 就是说你为了通过这项测试计算机显然需要说话 比如说提问者问你是计算机吗 那么回答是的计算机立马被淘汰 那么提问者可以进一步问你每秒的运算速度是多少 那很多计算机他又露馅了 是吧 提问者还可以问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你最喜欢什么食物 你什么时候高中毕业的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计算机都要给出析价而又可信的答案 所以说哪一种计算机最有可能通过图灵测试 就是知道自己正在接受图灵测试的计算机 才能通过这项测试 那么如果一台机器 它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种自我认知能力 那就说明它一定已经具备了所谓的智能 起今为止尽管有不同的机构和科学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图灵测试的设计和竞赛 也开发过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的对话程序 但是起今为止仍然没有计算机能够真正的通过图灵测试 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计算机这种语言进化的水平确实是日新月异的 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起点时代即将来临 所以有人就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反驳 就是即便你通过了图灵测试 也不能证明计算机拥有智能 这是另外的人反驳 这个反驳最典型的体现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 那个著名的语言分析哲学家伊汉塞尔 他发明了另外一个中文物的思想实验 我们知道 所以说今后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 首先你要会编这种思想实验 塞尔的这个思想实验是这样的 他说思想一下 我不懂中文 现在假定我在一个屋子里面 里面摆满了放着中文符号的不同的篮子 同时我也得到一本 他如何搭配中文符号的英文规则手册 那么这些规则可以让我在不懂任何中文符号的情况之下 通过形状来辨认它们 比如说我可以按照规则手册的指示 取出第一个男子的某个形状的符号 把它放在第二个男子的某个形状的符号后面 那么现在屋子外面就有一个懂中文的人 递来一组符号 那我就根据规则手册把它组织起来 然后递出相应的符号作为回应 那我们可以把这本规则手册 就视为叫计算机程序 这个手册的作者就是程序员 而我根据手册组合这些符号的人 就相当于计算机 然后装满符号的男子相当于数据库 那一组递进来的符号相当于问题 然后我组合起来的符号相当于回答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假定这本规则手册 它编写得非常的完备 以至于我对任何问题的回答 看起来都与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没有任何差别 例如屋子外面的人 递给我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符号的意思是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然后我就根据规则手册 找到相应的符号组合 上面就写到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但我也很喜欢绿色 其实我是根本就不懂得 这些中文符号是什么意思的 但是显然我满足了 懂得中文的图灵测试 我不仅像一个计算机那样处理符号 是吧 但是我仅仅是像一个计算机那样处理符号 但是我无法赋予这些符号 以任何的意义 因此塞尔就得出结论 他说通过图灵测试 并不是拥有智能的可靠标准 那我再把他的论证 以三段论的形式表述如下 大前提是 如果一台计算机 单凭一项程序 就懂得一门语言 那么无子里这个人 就应该懂得中文 因为他做的事跟计算机一模一样 都是根据一系列的程序来操控符号 这是大前提 小前提是 屋子里面的人并不懂得中文 因此结论是 计算机无法单凭 运行一项程序 就懂得一门语言 那么塞尔他是从语言分析的视角指出 计算机的操控符号 是基于他们的物理特征或者形式 而人类的操控符号 是基于它的意义或者内容 一个符号的意义 并不是它的物理特征 你不能通过检查一个符号的形式 来判断它的意义 因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是任意的 你可以用同样的符号指向不同的东西 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指向同样的东西 这个语言符号之间如何组合 取决于它们的句法或者功能的层面 就语法或功能的层面 那在这方面计算机没问题 可以做到完美无缺 可是一个符号的意义 是取决于它的语意或者意象性的层面 塞尔认为这方面计算机他就做不到 计算机只能对符号的形式 而不是对意义做出回应 因此它们的回应不能被认为是有智能的 这是塞尔的一个回答 但是支持人工智能的人 对塞尔的挑战做出了很多的反驳 其中一种反驳叫做系统回应 这个系统回应是说 虽然屋子里的这个人不懂得中文 但是包含有物资人符号和规则说明书 在内的整个中文屋系统 他是懂得中文的 这类似于我们前面提到的 整体大于一部分的论证 我们在讲来不离此的心灵莫防的时候 说整体论的观点是凸现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对这种观点已经有所解构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 整体大于一部分的观念 并没有真正解释 为什么部分的组合 就能形成完全不同制的独立的整体 为什么物理性的东西 就能神奇的导致了非物理性的心灵实体 所以所谓整体是自足的观念 往往是基于我们主观的想象或者期待 而建构起来的 因此对于这种系统的反驳 塞尔可以简单的回应说 哪怕整个系统都内化到那个屋子里的人身上 也不能证明他就懂中文 这是对塞尔的中文屋实验的一种反驳 另外一种反驳叫做连接主义 连接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因为我们熟悉的计算机 都是叫串型处理器 就是只有一个单一的中央处理器CPU 一次只执行一个指令 但是还有一种并行的或者分布式的处理的连接机 就他们是有许多同时运行的可调节的反馈交换器 那这些机器的优势在于 他们通过模拟格式 而非数字格式来存储信息 这样他们可以执行 诸如模式识别的复杂任务 那么连接机当中的交换器 就如大脑当中的神经元 他们相互连接拥有不同的激活值 这些激活值就表明 生成一个输出所需要的输入的强度 这些值会随着输入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接收连接机 就是多个CPU连接起来的这个机器 它是可以在反复试错当中去学习的 就是我们给予连接机的不是一系列指令 而是相当于一整套训练方案的东西 在被给予特定的输入以后 他们的交换器的激活值 就会为了产生所需要的输出而进行调整 这个很类似于什么呢 很类似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大脑的反应 就学习的机制原理也是这样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配置得当的连接机 可以学习到我们能够学习的任何东西 而以连接机的思路所制造的机器人 最终完全可以发展到与人类儿童相同的方式 接受教育的程度 这是大家对塞尔的反驳 那么塞尔对此的回应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 他就死死抓住自己的逻辑 塞尔接着就做了一个扩展的实验 就把中文屋扩展为中文体育馆这个场景 以证明连接机和单处理机是一样的 都没办法实现真正的一种理解和智能 塞尔是这样说的 他说假设这次不是中文屋 而是中文体育馆 因为一个体育馆是包含很多屋子 其中就包含很多只会说英语的人的房间 每个房间相当于一个中文屋 这每个房间的人都有一本中文规则手册 都能够通过符号组合输出中文答案 而不同的房间的人相互之间 还可以进行联合协作 这样的实践结果 其实是以单独一个人按照规则手册来操纵符号 没有什么差别 就说在这个体育馆当中 仍然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 那么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也不可能学到任何一个中文词语的意义 尽管通过协作体育馆的整体系统 可以比单个人的系统更快 比如说他们如果协作得更好的话 当然也可能更慢 如果他们的协作出现了故障 那还不如单击操作 总之他们仍然可以回答外面的人提出的中文问题 而这就是塞尔的中文语实验 以及经过修正的中文体育馆的实验 总之在塞尔看来 无论一台计算机是串型的还是连接式的 都是与智能无关的 因为智能绝不仅仅是对于一个给定的输入 生成正确的输出那么简单 现在问题是塞尔反复练刀的这种心智能力 语义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是学习的一个看法 到底什么是学习 我们之前的分析已经表明 衡量心智的重要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学习能力 塞尔之所以否定计算机的智能 是因为他否认计算机有学习能力 就是不管这个中文无德人 对规则手册掌握多么熟练 运用多么自如 他仍然不能真正的学会 什么是中文的意义 所以沿着塞尔的这一思路 布洛克他也通过另外一个思想实验指出 即使我们可以把一种语言的所有的句子串 集合存储在计算机里面 通过庞大的搜索功能 让浙泰计算机有了模仿人类对话的充分能力 比如说把英语的词汇 它再多哪怕五万八万也是有限的 然后这些计指的组合只要是符合义法规则 甚至允许有些突破性的组合 比如说表面上违反义法规则 但允许它进行这种组合的实验 就像我们允许诗歌语言的实验一样 但是就是这样 计算机是能够做到穷尽语言及其他的表述的特点的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就拥有了模仿人类对话的充分能力 但是布洛克仍然指出 这台机器仍然不及别人的心灵状态 它当然能够轻松的通过图灵测试 但从本质上来说 它不过是一个高级搜索的引擎加播放器而已 我们继续追问 学习到底是什么 塞尔他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做意向性的概念 英文叫intentionality 什么叫做意向性呢 就是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一定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思考 记住 这叫做意向性 意识指向的对象 比如说我希望胡人队赢得总决赛的冠军 希望这个心理意向就有对象 就指向了胡人队 指向了总决赛 指向了冠军等等对象 但是心灵状态的意向跟物理意向是不一样的 心灵状态的意向性最不寻常之处 是在于它的对象可以指向那些不存在的东西 这是心灵意向性的重要特点 比如说我可以思考美人鱼 独角兽 金山 天堂 穿越时间回到过去杀死我的祖父 这些都是我的心灵意向的内容 很显然这些东西在有形的物理世界都不存在 这就是心灵状态和物理状态的区别点 心灵状态可以指向不存在的事物 但是物理状态不可以 物理状态一定是要有对象的 有现实存在的事物的 比如说我完全可以想象一块不存在的石头 但是你无法踢到一块不存在的石头 这就是物理状态 物理状态是说你一定要踢到一块石头 你才能感觉到它 但心灵状态我就完全可以想象有一块不存在的石头 所以说白了所谓的心智能力就是可以想象不存在的事物或者事态的能力 以此相关的学习能力就是只可以学到以前没有过的新东西的能力 这是我对什么是学习的一个定义 那么按照这个学习标准 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或者塞尔的中文物里面的人 尽管他们可以把语法规则弄得滚光乱熟 以至于能够对自由对话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真正掌握这门语言 可是问题恰好是出现在这里 我们来看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或者中文物里面的人 在学习方面它的进步过程 它这种可能性 首先他们是怎么进步的 他们在根据语法规则反复测试和组合符号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形成对这些规则的记忆和存储 计算机有记忆功能 中文物里面这个人他仍然有记忆功能 因为我翻规则手册翻得多了 那么在如果以后出现类似的对话场景 他们的反应和组合速度一定会越来越快 对不对 这叫温故而知心 那其次 这第一点 当所有的语法规则都滥书于义凶的时候 你们发现接下来一步什么 他们也会融会贯通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在新的情境下 找到最合适的表达 尽管这种表达也是搜索出来的 但搜索出来 比如说同样一种情境 我可以搜索出五种表达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就能够说出最合适的表达 这个是一个学习能力的标准 因为他融会贯通的 那么当然到了这一步 一切仍然在既有的语法规则的范围内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掌握任何超越 语法之外的新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的规则手册里面的语法规则 在限定方面不那么严格 比如说我们容许计算机的程序和中文物里面的人 进行模糊决策 就是引起你出现一些语法错误 你没有错误不可能创新 对不对 错误久了大家就认为你的表达是正确的 那么就可能进入第三步了 我说的第一步是记忆 第二步是融会贯通 找到最合适的表达 第三步就可能创新 就是哪怕计算机或者中文物里面的人 有些人在语言表达上的语法是错误的 但是仍然传达了别人能够理解的意义 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机器人写的诗 比很多人写的诗更有心意 更有意境 今天已经出现这种状况了 这种可能性它是存在的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我想我们已经恐怕已经很难否认 计算机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对不对 而对于中文物里面的人来说 经过反复多次记忆应用这些符号 如果说他还对这些符号的意义一无所知 是有点匪夷所思的 不管怎么样他们确实已经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不是吗 学习不就是温故而知心 俗能生巧的过程吗 就像我们承认技术全面的球员 不一定能够成为好球星 但是一个球星 他充满爆发力的灵光战线 经验表面 表演一定离不开 他有扎实的技术功力 也许塞尔之前所设定的 语法不能生成语意的前提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塞尔说语法是语法 语意意意义是意义 但是语法和语意 真的能够截然分开吗 我们还要问塞尔所说的心理异象性 它来自哪里 塞尔坚持说正确的程序 需要正确的载体 当然这个载体在他看来就是人脑 而人脑作为境界 就能够生成异象性的状态 那么按照这个意思 异象性是什么 异象性按照塞尔的解释 就是大脑以某种方式 分泌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这就叫异象性 这个答案又陷入了一种神秘主义 其实又陷入了凸显论 而且部分的组合就一定能够产生整体 所以很难让你信服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 就是要思考一下学习和创新的问题 很多时候什么是创新 创新无外乎就是对既有规则 做出语境化的运用 或者对现有的材料 做出了不同的排列组合 很多时候的创新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证明 计算机在语言运用的过程当中 完全有可能展现出语言创新的能力 这一点是符合学习能力的扩展标准的 但是有一个标准 计算机的确是难以满足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智慧本身 爱智慧不仅是拥有智慧 更在于爱智慧的人对于未知的东西要充满好奇 我们迄今为止并不能知道 机器人是不是对他拥有的这种智慧充满好奇 机器人当然可能有很高的智慧 但是他大概不会纯粹出于对未知世界的热爱和好奇 而自觉的追求智慧本身 并且还从这种追求智慧本身得到了幸福的满足的体验 是不是 那以这个标准来看 可能人的心灵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我所说的当然也不是完全的 但是说不定哪一天 这个机器人也能证明他就是爱这个玩意儿 他确实因为这种爱也感到求智了幸福 那的确到那一天 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又会受到进一步的摧毁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